最近在中區,我找到一間又好吃又隱世的素食餐廳 不單是好吃,最重要是夠隱備 我成世人真是第一次進來這條行內覓食 不是有素食朋友介紹,到進不來 聽說平時中午是全包了朋友 今天終於有機會給我試一試他的素食有多棒 這裡的老闆希望以茶餐廳的形式來經營這個素食餐廳 以健康簡單的菜式為宗旨,裡面吃的都是素食 簡直是茶餐廳裡的清泉 打響頭炮要吃的就是這個喉頭菇扒包 平時在茶餐廳裡,雞扒包、豬扒包就吃得多了 這個素扒是用喉頭菇來製作的 先將做好的餡料放在模具上 先做一個排形出來 之後就放入蒸爐到蒸一蒸,再拿出來煎 煎到兩邊金黃就差不多了 加上配料夾起來,大功告成 這裡也要提提,這個包是用植物油來做的 絕對蔗絕任何的動物油 一吃入口,口感來說跟真肉都挺像 不過它裡面放了一些紅蘿蔔絲 多了一些爽脆的口感 比起市面買的肉類的包 這個素包絕對不輸竊 之後就到這個素雲吞了 廚師就說素雲吞是他們每天新鮮即做的 餡料的原材料包括有灰樹花菇、紅包菇、蓮藕、芥蘭等等 不過這裡也要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不吃蛋奶素就要避開這道菜 因為他們的雲吞皮是含蛋的 接著就到這個海汁腐皮卷 新鮮腐皮裡面含有冬菇、紅蘿蔔和蓮藕等等的材料 再拿去炸 雖然它是炸物 但是你看看它賣相絕對不會油膩 而且都挺乾身的 點完這個酸梅汁吃一流 除此以外還有很多的菜式 就像這個甜酸菇拌肉 還有特色齋燒鵝一樣 看到都舔舔舔舔舔 還等什麼?馬上試一下吧 特別說一說這個 這個叫做自製紅燒黑豆腐 這麼健康的食材它是自己製造的 它就會用蛋和豆漿去混合做豆腐出來 令它造成凝固的狀態 試一下味道 雖然是豆腐 但是它做到的效果也是挺香厚的 除了有豆味之外 因為黑豆本身的豆味也有出的 另外也有些蛋香在這裡 如果大家是蛋蘭素的朋友 就要注意來到點這個菜的時候 相信你們都是精明的 來到五辛素、蛋蘭素等分得很清 我主要今天來試一試味道 第一個菜我已經覺得是挺正的 除了豆腐之外 還有西蘭花、黑木耳等等 吃下去都叫均勻一些 不僅是豆腐那麼粗的 試完第一個這個菜之後 接下來我們試一些濃味一點的 開口味 包括有這個 這個菜叫做茄汁獅子頭 一看外形就很獅子頭 但是它用茄汁去配製這個菜 裡面有什麼配料呢 裡面會有豆腐、冬菇、一些紅蘿蔔 還有就是蛋 如果你說我是一個不吃蛋奶的素食朋友 可不可以點這個菜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它掃形的話 一定要用蛋去掃形 所以不吃蛋奶的素食朋友 不好意思 就可以點一下其他菜 而這個味道 要先試一試 特別試一試它自製的茄汁 吃到這個菜的時候 我就覺得今天吃的素食 又不是說很淡的味道 對於我來說 剛剛好的 特別是它自製的茄汁 它不會太酸 但是又不會太甜 叫做比較中和的一個味道 另外口感方面也挺好的 因為裡面剛剛說過的豆腐 紅蘿蔔等等的一些素食 放沙裡面 吃下去你會看到 又有它的一些脆口的地方 有一些軟軟軟的口感 即是不同的口感交集 再加上其實每個菜 都有它獨特的味道 吃下去也挺正的 一個獅子頭 素食來說 我對這個菜也挺滿意的 而用同一個汁來做的菜 還有這個 這個就叫做甜酸咕嚕肉 聽到咕嚕肉 大家會問 這個不是肉嗎 當然不會 這間餐廳提供全素食 夾的這個所謂咕嚕肉 其實它裡面咕嚕肉的成份 肉的成份其實是一個喉頭菇 喉頭菇經過處理之後 即是飛完水之後 再拿出一些水 之後再裹一層它們的粉 然後就會吃到一種 外面脆 裡面軟熟的感覺 連著它的醬汁 試一試的味道 這個咕嚕肉 吃下去 這個喉頭菇的口感 就跟平時吃開的一些豬肉 有很相似的地方 咬下去都是有一點紮實 然後有一點像肥豬肉的感覺 除此之外 就是上面放一點芝麻 哇 那種香味可以說是恰到好處 另外 再提一次就是 它這個醬汁 我覺得我可以給很高分 平時吃的咕嚕肉 就是真的那些咕嚕肉 我最怕就是它的醬汁 一來太酸 二來就是太甜 最怕這個 但是它這個 叫做到中庸之道 非常恰到好處 開胃之餘 又好吃 所以來到這裡 我覺得一定要點一些 有茄汁成份的菜 嘗一嘗 它的醬汁真是正 好了 試完兩道有茄汁成份的菜之後 接下來試一下 這道菜 這個名字很有趣 這個名字叫做 特色 齋燒鵝 但是大家就這樣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 喂 不是呀 這隻鵝在哪裡 造型都沒有做出來 其實這間店 挺好的地方 就是 就不會太過雕尾 加很多添加劑 不同的成分 它們終於本身食材的味道 它主要為何 叫做齋燒鵝呢 原因就是 它外面會加了一種 叫做 我們食燒鵝 點開一種酸梅汁 中和它本身炸的少許 油膩的一種感覺 外面就是腐皮 而裡面就是有灰樹花菇 冬菇 紅蘿蔔絲等等 令到口感更加豐富 今天就要嘗一嘗 這個的猜燒鵝是甚麼味道 炸完後 本身腐皮 就會很香 而裡面的灰樹花菇 也帶出不同的菇類香味 和黑木耳不同的口感都是很棒的 你會見到 其實跟之前的一些配料都很相似 都用到冬菇等等不同的素材放進去 但一個不同的做法 都好看一個廚師的功力 不同的做法 做出來整件事也都不同一點 而賣味就用這個飯來賣味 松子真菌炒紅米飯 真菌有杏包菇和冬菇 上面也都鋪了一些松子 另外亦都用紅米飯 紅米飯 即是大家知道比較健康一些 對比只是白飯來講 今天嘗一嘗 它這個炒飯的味道究竟是怎樣 其實梳果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款 好看廚師的心思 它放了甚麼 有些芥蘭 紅蘿蔔粒 特別上面加上松子 香味或者口感方面 可以說配搭得很有它的心思 另外特別要說一下 就是它炒這個飯 比較乾身一些 你可能會說 傻擠隨便 但是這裡不隨便 這裡炒出來的這個飯 可以說油又不會太多 但是飯又不會太多水 粒粒分明 包括紅米還是本身的白米飯 都可以做到炒到粒粒分明之餘 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味道 這裡對我吃開肉的朋友來講 也都吃過一些西素的朋友來講 來到這裡吃中式的素菜 我又覺得頗高分 特別在中區做事的朋友 如果平時吃得肉多的話 不妨初一十五 又或者一個星期內 挑選一天 來這裡試食菜 吃得又健康又抵食 讓我們繼續休息一下